感谢神 我们看到短线队在疫情当中 能够继续为主前行 不管是实体上去 还是在网络上 继续在做主的福音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把感谢归给神 接下来我来介绍 我们今年宣教文会的讲员 宣教年会的讲员 陈维恩牧师 这张图片上有他的全家的照片 他和他的太太还有两个女儿 我们先看一个短片 来对他们有进一步的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维恩牧师 陈维恩牧师和他的妻子陈瑞茨传道 是在美国念文神学院以后 在加州的三股华人圣经教会 曾经募会 但是神在2007年呼召他们要出去 他们就走出去 在2009年带领他们全家 去到南太平洋的巴布亚 新吉尼亚这个岛国 这个原住民的地方去传福音 在这个部落里面他们从学语言开始 然后翻译圣经 然后建立这个教会 我们看到这个BM这个族人 在2012年第一次有听见福音 神也在那里建立了教会 陈牧师现在在台湾 这个Radius International服饰 是亚洲的总干事 这个Radius Asia是一个专门训练 这个跨文化宣教士的机构 专门是训练宣教士的机构 他们在那里非常有美好的富士 下面我们就请同工来放 今天第一场的信息 让每个海岛都来赞美他的名 亲爱的ACC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很高兴这次能够来到教会里面 跟大家分享宣教年会的信息 我想当然知道 我们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受到了一些限制 我们没有办法现场在这边 我相信我们大家现在 也都是坐在荧幕 或者是电视的后面 但是我的祷告是 我们这个周末不会因为 这个模式或者是一些距离的关系 而让我们的敬拜有任何的限制 也同时的我们能够 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来领受他要给我们的信息 我小时候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 那我小的时候去教会的时候 每一次一听到有宣教士的讲员过来 我就非常的高兴 一当我听到有宣教士是主日的讲员的时候 我的眼睛就会亮起来 那这个不是因为我小时候 对宣教有特别的负担 或者是我从小就被神呼召要成为宣教士 完全不是的 我小时候完全跟宣教都没有关系 我认为宣教士是那些在教会里面 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被神抓去做最困难的事情 我一点都不要想要 一点都不想要成为他们 但是为什么小的时候 我碰到宣教士我就会非常高兴呢 因为我知道当宣教士一过来 他就会在台上面讲故事 那谁不喜欢听 听故事 我知道宣教士来讲故事的时候 我就不用去听我牧师 每个星期天照着圣经解经方式的讲道 我知道宣教士来讲了故事 我就坐在那边 我好好的享受 他讲到一些远方感人的故事 我的心里面会有温暖的感觉 那之后我至少没有睡着 那我就可以回家 反正我听到一些美丽的见证 但是跟我的生命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希望这个周末不会是这样子 我虽然还是会分享一些 从工上来的见证 跟神在未得之名里面做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个主日 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 神的话语里面 清楚的来听 他 亲爱的ACC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很高兴这次能够来到教会里面 跟大家分享宣教年会的信息 我想当然知道我们在因为疫情 亲爱的ACC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ACC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亲爱的ACC的弟兄姐妹 很高兴这次能够来到教会里面 跟大家分享宣教年会的信息 我想当然知道我们在因为疫情 海的中间 我们看不到海岸 就只有地平坚 那你问我在宣教工厂上面 旗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 从地平坚的时候 我的眼睛就会亮起来 那这个不是因为我小时候 对宣教有特别的负担 或者是我从小就被神呼召 要成为宣教士 完全不是的 我小时候完全跟宣教都没有关系 我认为宣教士是那些在教会里面 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被神抓去做最困难的事情 我一点都不要想要 一点都不想要成为他们 但是为什么小的时候 我碰到宣教士我就会非常高兴呢 因为我知道当宣教士一过来 他就会在台上面讲故事 那谁不喜欢听 听故事 我知道宣教士来讲故事的时候 我就不用去听我牧师 每个星期天 照着圣经解经方式的讲道 我知道宣教士来讲了故事 我就坐在那边 我好好的享受 他讲到一些远方感人的故事 我的心里面会有温暖的感觉 那之后我至少没有睡着 那我就可以回家 反正我听到一些美丽的见证 但是跟我的生命其实并没有太多 太多的关系 我希望这个周末不会是这样子 我虽然还是会分享一些 从工厂来的见证 跟神在卫德之名里面做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个主日 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清楚的来听 他在圣经里面 要跟我们说的话是什么 也还有在圣经里面 他对万族万民的心意是什么 以赛亚书42章10到12节 航海的跟海中所有的海岛 而其上的居民 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 从地极赞美他 旷野和其中的城邑 并基达人所居住的村庄 都当阳生 希腊的居民当荒湖 在山顶上的呐喊 他们将荣耀归给耶和华 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战 在这边以赛亚先知说 我们都要向耶和华来唱新歌 而是谁要唱呢 这边先知用了海岛 用了海岛上面的居民 用航海的 用全地万物 用神在大自然里面 所建造的东西 来跟我们说 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要跟耶和华来唱新歌 而在以赛亚书24章 同样的一节 这边说 这些人要高声欢呼 他们为耶和华的尊严 从海那里养起生来 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神 在众海岛荣耀 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 这一样的 贤之以赛亚再次的用这些创造物 这些大自然里面的景象来形容 我们应该要敬拜神 我们应该要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 而他这边特别是用了海岛 用了海 刚刚在上面42章是用到种海岛跟上面的居民 我们的家庭在宣教工厂上面 是在南太平洋的巴布亚牛吉内亚 那等一下我会再分享一些的细节 但是我们到那边 我们搬进去了一个 魏德之民开始跟他们学语言开始 目的就是要在那边传递福音建立教会 而我们的这个族群刚好住在一个海岛上面 而这个海岛又离本土很远 有差不多80英里远 所以我们每次进进出出 我们每次进进出出都要坐这样子的小船进来 那在海的中间因为是80英里 其实是很远很远的 有一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是一个小船 但是是在海的中间 我们看不到海岸就只有地平坚 那你问我在宣教工厂上面 我因为要进出这个宣教工厂 我过去的十年花在海上面 已经有几千个英里了 好多好多的时间都花在岛上面 你问我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些海洋 一起来赞美神的时候 我对海的记忆其实是危险的一个东西 是危险的一个东西 在天气不好的时候 一个小船不管是多么坚固的船 我们还是很小的船 但是在海中 那个海水好像是被在水壶里面滚起来的热水一样 好像是这个海水海洋在跟全世界 在跟我们这个小船 在跟我们这几个宣教师家庭宣告说 你不知道我的能力有多大 我的天气一不好的时候 我直接就可以把你们吃掉 在过去的这个宣教工厂上面 我们经历了很多不好的海的天气 但是有一些的时候 当海水平静下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当海水是弯弯全全 没有风也没有浪 我们只有慢慢的海流再游过去 当我们在海的中间 把船的引擎停下来的时候 那样的安静 那样的美 那样的大 我们看不到陆地 但是这个平静的海就像镜子一样 我们只看到水平线 这好像海又在跟我们宣告说 你知道我有多美吗 你知道我有多大吗 你在这个里面 你看到你的渺小 我是一个那么大的 那么大的海 好像在宣告它的美丽 好像在宣告它的美丽 但是圣经 圣经怎么说 圣经说 这些的海 这些的海岛 一样的在神的面前 也要跪下来敬拜它 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 或者是神在这几个章节里面 特别的用这些海洋上面的景象来形容 就算是海岛 就算是海洋 也一样在神的面前 需要来敬拜它 因为我们神的荣耀是那么的大 是那么的大 海水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 当天气不好的时候 没有办法控制的野兽吗 不是的 因为在神的面前 神说我一个手指一碰 这个海水就要安静下来 而在海最美的时候 好像在跟我们宣告 它的美跟它们的大 在神的面前 这个海水 这么大的海水好像也只是一个泼在地上的一个脏水 就是一个小的水堆在那边 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么的大 先知以赛亚在这几个竞节在跟我们讲的是 我们的神 祂的荣耀要遍满全地 万族万民万邦 每一个语言都要来赞美神 这个是我们神的荣耀 祂所应得的 祂所应该被配得的荣耀 当我们这个周末开始了我们宣教年会 首先我们要再次的被提醒 在讲宣教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讲一个教会的节目 我们也不是在讲一个特别的事工 我们也不是在讲好像每年 我们在教会里面 每10月11月 我们就应该放在行事力上面 我们因为去年有办前年有办 我们每年都有办 所以我们今年反正就照着传统 我们要来办一个宣教年会 不是的 宣教也不是一个在教会能够做的事情 许多的选项之一 或者只是保留给那些 特别对宣教有负担的人 不是的 宣教是教会所必须要去执行的任务 因为神的荣耀跟宣教 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我对这个周末的祷告 我对你们的祷告 并不是在这个周末宣教年会以后 有谁会举手去做宣教事 有谁会决定我愿意奉献更多 有谁会开始为为德之名祷告 虽然这些都是好的事情 这些都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的祷告不是这样的 我的祷告为这个周末的祷告是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再次被提醒神的荣耀 我们神的伟大是配得被万族万民万邦来赞美的 他的荣耀会变得更大 他的荣耀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变得更有重量 而我们在衡量我们生命的时候 我们会开始思考 我们如何能够跟神同工 我们如何能够一起的 让万族万民万邦 让全地每一个海岛都要赞美 都要赞美他的名 荣耀我现在很快的介绍一下 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我们本来其实是住在美国的加州 在2000年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那边 我们住在加州北加州 我们在那边在一个华人教会里面幕会 开始的家庭有两个孩子 我们也买了房子 这个上面的照片 就是我们以前住的家的那一条街 我不知道在德州是不是 大家的房子都比较大 街都比较大 好像在德州什么东西都很大 但是我知道你们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这个景象 其实是我们所习惯 或者是我们所追求的美国梦 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生活 我们在教会 在服侍教会也有很好的服侍 但是在2007年的时候 我开始在跟神对话 我发现我在教会的讲道 我开始问我自己 我是不是有活出我在讲台上面所说的事情 我在讲台上面所用的例子 好像都是一直在用别人生命的例子 但是我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有故事的生命 能够让神来使用 我不想要一直只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而已 所以也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决定要离开了加州的生活 我们就加入了一个国际拆会 这个是我们在宣教机构训练时候所造的照片 我的太太叫做张悦慈或者是Gail 我的有两个女儿 那个时候是两岁跟三岁 慕真慕安或者是Abigail跟Makala 这是我们全家四个人 全家四个人 我们开始接受宣教的训练 我们加入了一个机构 它特别是到全世界 不同的原始部落里面 跟当地的人来做福音事工跟教会建立 那我们训练完了之后 我们2009年 我们就到了南太平洋的巴布亚 牛几内亚 或者是巴布亚新几内亚 我先跟大家说 巴布亚牛几内亚不是在非洲 有的时候大家一听到有巴有布有亚就说你们是去非洲 不是的 巴布亚牛几内亚是在澳洲北边在大洋洲的一个国家 巴布亚牛几内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们的人口只有800万人而已 但是有800多个语言 800多个语言学家去建立完完全全不同的语言 所以有800万人有800多个不同的语言 如果我们要做比较的话 你们住在德州 德州有2900万人 2900万人 但是只有一种语言 或者是我们可以说英文跟西班牙文只有两种语言 所以你可以想象有2900万人有两个语言 在另外一边有800万人 但是有800多个语言 而这每一个语言所代表的就是一个独特独立的族群文化人口 有自己的语言 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 而现在还有200多个不同的语言族群 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在他们的语言里面 耶稣的名字没有被了解 没有圣经 那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全家跟其他两个家庭 我们的团队就搬到了照片上面 照片上面你们看的这个海岛 那这个海岛上面有住着一批BM人 我们部落的人的名字叫做 部落的名字叫做BM 你把英文的B跟M念在一起BM人 我们部落的人只有3000个人 我的意思是说 全世界除了这3000个人之外 没有人留着他们的血液 没有人有他们的语言 我们是他们历史中第一批从外面搬进去 跟他们住的人 那你们很清楚看到这个是一个海岛 我刚刚已经说这个是离本岛有80英里的远 那所以我们进出都是必须要用这个小船进出 那交通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但是我们搬进去之后 我们开始跟他们一起生活 我们盖完了房子之后 我们让他们进来我们的房子 看到我们的房子 这是我们花了六个月才从美国运过去 一个简单的简单的一个床套 那他们一摸就本来是白的之后就不是白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在那边 我们就是要活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那在部落里面我们必须要自己盖房子 我们接的是这边接的是太阳呢 我们用的是雨水 我们开始学习他们的语言 这个语言在全世界没有人学过 所以没有课本没有学校 我们必须一点一点的开始学 我们跟他们一起生活 他们怎么生活我们就怎么生活 他们怎么样 他们走什么样的路 我们就走什么样的路 岳慈也我的太太就开始与他们融入 开始了解他们的世界观 开始了解他们的语言 我们花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才把他们的语言学到精通 所以从2009年我们一直搬进去 我们开始建立关系 到了2012年的时候 我们终于有足够的语言能力 把福音能够把福音清楚的传递给他们 我这边有一个短短五分钟的短片 这个是我想还是用短片的方式 比较能够很快的呈现 一开始神在那边所做的事情 神在那边 神在那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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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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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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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